我們沒有歧視任何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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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設施分為很多種類 但沒人使用的公社 就引起大批網友熱烈討論 Bellyview網路溫度計透過 KEEPO大數據關鍵引擎輿情分析系統調查 2024最新時大無用公社排名 讓我們聽聽民眾的看法如何 最沒用的啊 不能每個都投喔 看起來都還蠻沒用的啊 健身房大家在外面都有辦會員 覺得不太有用 而且器材不多啊 他們就是用簡單的東西而已 所以覺得不太夠用 我感覺吧 因為年輕人其實 還蠻懶的 現在 所以健身房就是要很大的勇氣才會去 然後其實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想去 因為我寧可在床上躺著 可能也不會站著 像我自己不健身啊 因為如果用我的出發點來講的話 我看到這些東西其實很像我都沒有太大的興趣 很多人回家就玩 所以也懶得下去 大部分應該是有小孩才會去游泳池吧 其實我覺得健身房跟游泳池的話 都是屬於運動類型的嘛 就堅持是非常困難的 瑜伽教室喔 其他感覺都用得到 瑜伽育育教室 因為我覺得很少人會去用 但奇異色可能還可以有互動 因為其他好像都有看過 就這筆看起來比較少的 就我知道的 就是其他我知道有些可能有些 家裡的公社都有 對阿像那個瑜伽育育育 比較沒看過 因為我覺得有圖書館 所以其實這個蠻無用的 而且圖書館的書應該更多 而且也是免費的這樣 好像蠻有道理的 可以換嗎 可以換哪一個 可以換圖書館嗎 保安可以讓人打了又打 打了又打打了又打 是不是 因為我朋友他們 就台東七期那裡 然後我今天去找他們玩 公社很多嘛 然後就圖書館都沒什麼在用 書也沒在看阿 就頂多是爸媽陪小孩 坐在外面看書 可是你也不是用那個圖書館 只要有一位置坐就可以了 所以就感覺沒什麼用 在家裡面自己家裡 讀就好了 那可能會最容易養蚊子吧 現在圖書館都很方便 都見都有 自投圖書館是 騎士就可以當奇異博士啊 所以圖書館是比較好 這位小姐告訴我們多下棋 下一任奇異博士就是你 應該是卡OK吧 因為在新加坡的話 其實卡OK的話 一般上都是需要收費的 一個小時多少錢多少錢這樣子 然後一般都是 朋友聚餐啊 在那邊喝酒唱歌那種 反而是那種 咖啡廳啊 健身房那種之類的 會比較多人去的 要唱就出去唱啊 基本上如果 喜歡在家裡唱的 也都會在家裡裝 卡OK的半唱機 其實在卡OK室裡面就是 雖然大家可以釋放自己 但是實際上它不是非常的 就是適用人群 不是非常的廣 我覺得 其實現在很多健身房都有 然後也有專門的SPA館 所以如果是在公社裡面有這個 我覺得 健康衛生考量 大家不一定會去 其實因為現代人大家都很忙 尤其是年輕人 可能不會說 JSPA或者是什麼 可能是更想去 像是做一些瑜伽 或者是鍛鍊自己的一些東西 他自己有看過 你覺得最特別的工程 他就是一個交易廳 然後裡面擺了一座鋼琴 然後大家都可以拍 但是就沒有人去用 即使在交易廳裡放鋼琴 也無法掩蓋制式無用公社 這個 他會被奇異社罵那種 三個都選奇異社 三個都選奇異社 我們沒有歧視任何奇異社的人員 對 我們想說還有看奇異網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要選一下奇異社 同遠左為對此感到很難過 奇異這個東西呢 它很奇妙 它可以在家裡 兩個人坐下來 慢慢的品嘗 慢慢的打 對 所以我們想說奇異社這種東西 在家裡打就好 不用特別增設一個奇異社 感覺最沒有用啊 就現在有人在下棋嗎 我覺得酒吧 就剛開始你會覺得可能覺得很好 可是其實 你實際上你根本不會去 你還是會去外面的酒吧 所以還是比較享受說 可以在外面跟朋友聚 而且通常那個 就是公社他們不會用多好 這選擇可能很少 最後還是會去外面 所以自己對於酒類是有一定的要求在 喝酒的人都是吧 我只負責醉啊 我不負責 為什麼買酒 應該是咖啡廳吧 我很少喝咖啡啊 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 讓我們看看這對夫妻怎麼說 咖啡廳就是說 就有朋友來耶 你也不用去 跑去外面啦 就直接在樓下的那個 公社的地方就可以 自己家裡的話會 還要收拾 你希望你比較有公社 幫你把房子變大一點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一點 我希望房子就不要有公社 大平樹房我 台北一坪一百萬 花幾百萬買這些沒有用 對啊 對這些無用公社 普遍民眾還是希望把自家評數變大 對此網友們怎麼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忙按讚 訂閱 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